2016年11月22日早9点左右 香港坟岭上水安全街发生抢劫案 价值约2000万港元的金条被抢 据了解 当时运送金条的车子刚好停在一家打金工厂门口 正要卸货 这时两辆私家车突然出现 至少五名匪徒 其中两人亮出牛肉刀恐吓司机 另一人则向司机喷射胡椒喷雾 然后抢去车上一批金条 得手后跳回私家车内决驰而去 司机随后向保安求助报警 并由救护车送往医院 事发时 有热心路人曾上前追捕匪徒 被匪徒挥舞着牛肉刀下退 警方接报后封锁现场调查 并翻看事发地点的监控 涉案的货车上仍留有六代金条 估计匪徒仓皇逃走时 没来得及全数抢去 现场消息称 至少有60根金条被截 共价值约2000万港元 警方正追击匪徒下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